大家好 这里是环宇搜奇综合频道 欢迎来到本期的动物世界栏目 几个月前 本频道制作了一段视频 讲述了一只母猴分娩 蹂躏虐杀亲生骨肉的真实事件 该视频发布之后 引起了各国网友的广泛关注 由于在上期视频中 只是着重讲述了母猴的暴虐行为 而忽略了一些额外的细节 因而使得网友们 对整个事件产生了误解 网友们除了同情幼猴的遭遇 谴责摄影者麻木不仁之外 更多的是对母猴虐杀亲生骨肉的原因 和动机感到疑惑 有鉴于此 本频道搜集了大量的例证 尝试从科学的角度 为大家解开这个一团 在解释母猴适应动机之前 让我们先对母猴的身世 以及整个事件 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和了解 故事的女主角 是一只右手残疾的母猴 名字叫做Rossie 生活在东南亚某国的一座寺庙里 在这座寺庙里 混杂生活着两群不同种类的猴猴 Rossie所在种群属于屯尾猴 另一个种群属于石蟹猴 在物种分类中 它们虽然属于同科 同属 但不同种 然而 这两个种群之间的爱恨情仇 却交织出一段 催人泪下的悲情故事 2021年2月的某天 Rossie在分娩时 遇上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而且产后的行为也极为反常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这次分娩的过程 并请留意其中的一些细节 产前的阵痛异常剧烈 这使Rossie不停地呻吟 分娩的过程异常艰难 需借助外力 将胎儿强行拉出产道 Rossie冷冷地望了一眼地上的儿子 脸上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哀愁 尽管幼猴的期待 依然连着Rossie的身体 但Rossie却似乎没有任何血脉相连的感觉 非但不抱幼猴 甚至连触碰幼猴的欲望都没有 仿佛身边的幼猴 根本不是自己所生事的 期待断开之后 Rossie将幼猴遗弃在杂草丛中 便悄然离去 任由幼猴自生自灭 摄影者取走幼猴 为其擦干身体 为以乳制品 并带回家中细心照顾 两天后 摄影者将幼猴归还Rossie 但被Rossie毅然拒绝 摄影者趁Rossie不背 悄悄将幼猴放在Rossie背上 Rossie显得极为不悦 Rossie不再抛弃幼猴 却开始不断地蹂躪幼猴 多次将幼猴从树上抛下 致使幼猴严重内伤 在求生欲望的驱使之下 幼猴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 他一边用微弱的声音 呼唤着妈妈 一边竭尽全力 尝试爬起身来 回到母亲的怀抱 但是 他的每一个微小的动作 都会引发剧烈的伤痛 而令他大声尖叫 他期盼 期盼着一只温柔的手 为他那稚嫩的躯体 扶去伤痛 他渴望 渴望着一滴鲜美的乳汁 为他那鲜弱的肢体 注入能量 然而 他觉得自己 仿佛置身于 茫茫宇宙之中 所有的一切 似乎都离他那么地遥远 渐渐地 他开始感到绝望 并停止了无谓地挣扎 而Rossie只是 远远地观察着 偶尔上前 触碰一下幼猴 确认一下幼猴 是否已经断气 幼猴因伤势过重 而奄奄一息 摄影者采取了 极具挑战性的举措 决定亲自为幼猴 实施心肺复苏 他们轮番上阵 手忙脚乱地 在镜头前忙碌了很久很久 终于坚强的幼猴 在这群从未受过 专业训练的 异域人士的抢救之下 静静地离开这个世界 看完以上的情景 相信很多人 都会毫不犹豫地 给Rossie贴上邪恶的标签 认定她是一个 恶毒的母亲 其实 这对她来说 似乎并不公平 据网友透露 Rossie出身卑微 地位卑贱 因而备受歧视 受尽弃 常常遭受族群里 不良少年的粗暴对待 甚至性骚扰 其实 Rossie的性格相当温顺 而且是一个 相当称职的母亲 曾诞下一只又一只 健康活泼的子女 每次分娩 她都能够凭着 丰富的经验 和娴熟的技巧 顺利地为自己接生 并独自含辛茹苦地 将子女养大 这是2021年9月的一个雨夜 Rossie临盆待产 为了避免夜行猛兽 危急出身幼崽的安全 她决定 在高高的树上分娩 对于右手残疾的Rossie来说 这无疑是一次 高难度的尝试 她用唯一健全的左手 小心翼翼地 拖住由铲到滑出的幼崽 以防幼崽由树上跌落 她非常清楚 幼猴从高处跌落的后果 会是什么 她将幼崽紧紧抱在怀里 舔视幼崽身上的羊水和血污 娴熟地扯断齐带 并吃掉胎盘 整个过程一气呵成 相当顺利 这一胎生的也是个儿子 名字叫做Rockstar Rossie对她呵护有加 很明显 Rossie两次分娩的状态 以及产后的行为截然不同 接下来 我们将开始探讨 Rossie虐杀亲生骨肉的原因 和动机 答案共有八个 我们将会以验证的方式 从中筛选出 较为合理的答案 先来看看在上期视频的评论区中 网友们所提供的五个答案 1.产后抑郁症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 动物也会罹患产后抑郁症 它们会因为过分担心 幼崽的安全 而感到忧心忡忡 焦虑不安 例如 这只狗妈妈认定自己的尾巴 是不速之客 怀疑这条摆动的尾巴 会对幼崽构成威胁 因而疯狂地追咬自己的尾巴 尾巴被咬得鲜血淋漓 也不罢休 以致将幼崽践踏至死 但是 我们从Rosie的行为可以看出 它显然丝毫没有担心 幼猴的安危 因此可以断定 Rosie的生理或心理状况 虽然有问题 但绝不是产后抑郁症 稍后我们会重点讨论这个问题 2.幼猴有病 持这种观点的网友认为 自然界中的动物 在食物匮乏的时候 为了降低育儿成本 会严格执行优胜劣汰的政策 例如白鹤会欺养那些体弱多病 存活机会渺茫的弱小个体 但是 我们由Rosie丰满的体态 以及优越的生活环境 可以看出 她的三餐绝对无忧 而幼猴顽强的生命力 也可证明 她的健康状况 绝无大碍 3.阴间承韵 有些网友认为 Rosie是在非自愿的情况下 被幼猴的生父强行非礼 因而Rosie对该幼猴感到厌恶 但事实证明 此猴若非自愿 熊猴很难得逞 4.不喜欢混血 从幼猴的尾巴和毛色不难看出 她确实是杂交品种 她的生父是石蟹猴 网友们认为 Rosie无法接受外观 与自己迥异的幼崽 但事实证明 母爱是生物的本能 是无私的 这只雌性屯尾猴 生了一个混血女儿 母与感情非常亲密 而这只雌性石蟹猴 对此羡慕不已 经常刻意接近 并讨好屯尾猴 伺机向幼猴 强行倾注母爱 由此可见 动物并不排斥雌性混血儿 而雄性混血儿 则另当别论 稍后我们会进一步 讨论这个问题 5.人类的干预 有些网友认为 该幼猴曾被人类短暂收养 人类洗去了幼猴身上 独特的气味 使得Rosie无法辨认 因而拒绝接受幼猴 但生物学的观点认为 猴子与人类同属于灵长木 嗅觉的灵敏度远远低于视觉 听觉和触觉 因此只能依靠视觉和听觉 来电认子女 而绝非嗅觉 6.催产素分泌失调 催产素Oxytocin 是生物学专用术语 俗称爱的荷尔蒙 Law Hormone 是哺乳类动物 有脑垂体分泌的激素 从字面上看 催产素这个名称 很容易产生误导 令人误以为 它仅仅只与分泌有关 但其实 催产素并非雌性独有 雄性也有 它也并非成年个体的专利 胎儿也会产生催产素 催产素的释放 能够激发更多的爱 令人感到亲密 信任和快乐 因此 人们大多喜欢将催产素 昵称为爱素 爱素的威力是无比强大的 它足以让一个弱小的母亲 失去理智 勇敢地冲向凶恶的猛兽 与之展开殊死搏斗 也能令凶恶的猛兽 暂且忘却杀戮 挺身呵护弱小的动物 还能使动物产生不爱 悉心哺育其他种类的幼崽 爱素的分泌 会受到生理因素的影响 例如 雌性个体 在排卵期 孕产期和哺乳期 爱素的分泌量相对较高 在排卵期 它能够 并雌性个体的性欲增强 而进入发情状态 在临盆期 它能够促进子宫收缩 盆骨扩张 并分娩更加轻松 在哺乳期 它能够激发产后 母性行为 并母爱暴增 爱素的分泌 也会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 愉悦兴奋的心情 能够增进爱素的分泌 而惊恐焦虑的情绪 则会抑制爱素的分泌 Rosie分脸困难 以及冷戴幼猴的现象 很明显是因为 爱素分泌不足所致 那么 究竟是什么原因 致使Rosie的爱素分泌不足呢? 大家是否留意到 在Rosie的左脸上 有一道尚未愈合的巨大伤口 那么这道伤口 是如何造成的呢? 据了解 在Rosie发情期间 曾与雄性石屑猴 关系暧昧 引起雌性石屑猴的极度 在Rosie怀孕期间 雌性石屑猴 经常心诗问罪 指责Rosie勾引有负之夫 并将满腔度火 发泄在Rosie身上 给Rosie的身心 造成严重伤害 并Rosie精神状态 长期处于惊恐 焦虑和痛苦之中 因而抑制了爱素的分泌 导致Rosie分娩困难 丧失母爱 7.布鲁斯效应失灵 布鲁斯效应 Brose effect 是内分泌学 及心理学领域的学术用语 它是一种 由非原配雄性的 化学信号 所诱发的雌性 妊娠中止现象 曾被认为是 雌性对抗雄性杀鹰行为 的一种进化策略 这种现象 普遍存在于 雄少雌多 或易夫多妻的 哺乳类种群结构之中 云长木动物也不例外 生物学家 长期观察 自然界中的夜猴时发现 每当族群中 发生首领更替的时候 为了使雌猴尽快发情 新首领会屠杀族群中 所有尚未断奶的幼崽 同时释放大量新稀素 Pheromone 引发布鲁斯效应 并处于 妊娠初始阶段的 雌猴流产 但是 布鲁斯效应 在妊娠中期或晚期的 雌猴身上起不了作用 因此某些雌猴 特别是那些 地位卑贱的雌猴 会在分娩后 遗弃或杀死自己的幼崽 以便尽快发情 博得新首领的宠幸 为新首领产下后代 从而令自己的地位 得以提升 享受贵族待遇 也许Rosie也抱有 同样的心态 试图以此改变自己的命运 8. 生殖隔离机制作祟 生殖隔离 Reproductive Isolation 也是生物学专用术语 指的是基因交流的一种 阻隔机制 它使得不同种群之间 难以杂交 或杂交后难以受孕 或受孕后 胚胎难以存活 或胚胎存活后 形成不育个体 生殖隔离机制 是自然界中 由来已久的自然法则 它的存在 意味着生态环境 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的状态 如果生殖隔离机制被打破 那么生态平衡 也会随之打破 届时 整个生物圈 将会乱成一锅粥 也许我们将会看到 无数震撼人心的场景 众所周知 狮子与老虎 同属于大型猫科动物 它们杂交的结果 会产生狮虎兽 马与驴同属于 马科马鼠动物 它们杂交的结果 会产生螺 这些因杂交而产生的物种 大多存在着 严重的基因缺陷 它们当中的雄性个体 虽然拥有 看似完整的生殖器官 也能与雌性 共赴雨水之欢 但却无法令雌性正常受孕 也就是说 这些混种的雄性个体 完全不具备繁殖能力 值得庆幸的是 这些杂交物种 大多是在人类干预的情况下产生的 而在自然界中并不多见 否则 必然引发极其严重的物种繁衍危机 试想 倘若混种雄猴成为族群的首领 并占有所有的雌猴 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呢 显而易见 猴群将会因为无法繁衍而逐渐消亡 最终从地球上完全消失 对猴群来说 这无疑是一场涅顶之灾 被誉为人类近亲的猴子 难道会束手无策 坐以待毙吗 不 他们早已达成共识 制定了严格的条例 对那些违反自然法则 破坏族群安定 危害种族繁衍的不法分子 一律严惩不待 举一个经典的案例 一只刚刚步入青春期的混血熊猴 因运火焚身难以自控 在光天化日之下 公然调戏发情的慈猴 对愤怒的猴群当场情惑 煞时间 群情鼎沸 男女老幼一拥而上 争先恐后为民除害 混血熊猴自知大难临头 为了活命 仓皇窜入人群 紧紧抱住摄影者的大腿 寻求庇护 猴群应敬畏人类的威严 不敢贸然行事 只好将混血熊猴团团包围 发出阵阵怒吼 并伺机发起偷袭 僵持了大约一小时之后 猴群渐渐散去 混血熊猴 暂且保住了性命 她定下神来前思后想 深知倘若继续留下 必定死无全尸 于是悄悄躲进车底 决定搭车远离猴群 从此浪迹天涯 孤独终老 为了防止此类悲剧的发生 人类通常会诱补混血熊猴 对他们实施绝育手术 Rossie身为一只 经验丰富的成年母猴 必定深深懂得 混血熊猴的危害 以及未来的命运 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 Rossie可能是为了 维护族群的兴旺 而大意灭亲 至于那些由人为干预 所产生的混血熊性个体 他们的命运也并不乐观 他们要么被宰割 要么被阉割 要么被奴役 要么被圈养 活得并不潇洒 看到这里 相信大家难免会问 那些混种的磁性个体 会有着什么样的结局呢 关于这个问题 本频道将在以后的节目中 做出解答 希望能够满足 大家的好奇心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此为止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